五窮中刀鷹 六月錯不停? 正所謂五窮六絕七翻新 這個五月真是窮到絕 市場對美國退市驚驚 美股上個星期五又應聲下跌 插水208點 今日港股個世藝藝富參考ADR 今早應該低開250點 在22,100點水平開始 22,000點關口短線會有考驗 餐大肆的責任落在內地身上 因為周末公佈的製造業PMI微升 反映製造業繼續擴張 有助理好A股表現也幫助港股 不知道專家又怎樣看六絕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港股不算是升得多 相比外圍的情況 你說下去會不會太深? 我又不確定會太深 但你一升 始終有壞消息出又會影響著 我估計其實都是一個沒有方向的石落市 其實我擔心美國會不會真的有調整 因為這陣子五月就沒事了 那六月究竟市始終美國就開始很反覆了 看來專家都不算悲觀 但預計市會好搓下 你們這些省戶又怎樣看呢? OK 我有一個障碍的 coeur 香吧 善 蕨 旁觀 亞